Hello everyone This is Mr. Gary 今天我们要来一起看一下一个 AI制作简报的神器 那我先用GPD 我们来产生一个课程大纲 这里举例的是一个主题 叫各国的文化冲击 那他就列出了这样一个大纲 请他写一个一小时英语课程的大纲 那这个大纲写出来之后 有架构是不错 但是我觉得内容不够丰富 于是我请AI根据以上大纲 加入文化冲击实际的案例分享 所以他就重新组合一个大纲 并且加入了很多的案例 这个不错 实际的案例 当然老师在上课 可以再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 自己过去学习 像我有在英国念书 这样的学习的经验 再增加一些补充 这样上课就会更活泼了 那目前我觉得这个大纲应该已经有七八十分了 所以我就把这个大纲复制起来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AI简报神器 Gamma这边 那在Gamma这边呢 他要几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来到他的首页 然后呢 新建AI OK 然后贴上文字 那我今天要来示范一下 他贴上的是什么文 对啦 是中文 但是我们希望他能够产出的是其他的语言 所以他也可以自由的翻译 对我采用自由格式 你可以自己去测试 他现在注册是完全免费 有兴趣的这些同学朋友们 在影片下面会有一个免费 加Gamma注册的连结 欢迎你去免费注册来试看看 好 所以我们来看 这边 可以免费的话可以最多到十张卡片 那他这边左边可以选择 是要产生紧缩保留 还是呢 简化中等详细 那现在我希望他详细 然后呢 他写给谁 英语学习者 想要了解文化冲击和差异的人 他的语气是积极互动鼓励 输出语言本来是繁体中文 我现在要把它改成英文 就算是英文 他也有US English UK English Or India English 印度英文 英国英文 还是美国的英文 那就看你喜欢是哪一个 OK 那有些拼字 有些发音 有些单字的用法 可能会稍微不同 OK 这样我们可以开始进入下一步 我们开始来产生 一分钟产生AI简报 注意看咯 在他产生简报的过程当中 请你不要把这个页面关闭 如果你把这个页面关闭的话 那简报就会停止产生 OK 所以这个课程呢 预计是要全英文上课 所以我们在产生简报的时候 就可以让他用全英文来产生 那当然如果你需要一下子就整个页面转换的话呢 因为他这个产生的简报有几个用途 第一个用途可以下载 download 第二个用途可以变成一个web page 变成网页 那如果网页的话 你用像Google Translation 这样的翻译工具 就可以及时把整个页面 做各种语言的切换 好 就在我们简介的过程当中 他已经完成咯 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Culture Shock OK What is Culture Shock? All right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Communication Style 沟通形式的不同 Case Study 案例分析 All right Case Study 另外一个案例分析 Case Study Towering Family in Canada Right 而且同时你会发现 他同时跟着这个文字 他也产生了相对应的AI 不过AI在产生人的图像的时候 他的效果有时候会不是这么好 比如说Gary老师 这个图长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我可不可以重新可以 这边点了之后呢 就会有重新 你可以去这个图片 然后使用AI 怎么样 更多的编辑 OK 或改新的图片 都是可以的 Language and Culture Inseparable Connection 源于文化不可切割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 再来 Benefit of Cultural Understanding 更了解各国不同的文化 对你有什么好处 Embracing Cultural Diversity You'll turn your head 对各种波缘文化的理解跟拥抱 OK 这对你以后呢 都是很有满足的 好 今天示范的一分钟 AI讲报神器 就到这里咯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拜拜 拜拜